大家好 我是Vincent 今次跟大家介紹R鏡 R鏡分別有三鏡 這三鏡是與機器的關係有關 因為早期R鏡是Lagafest Lagafest是需要一鏡來做測光的標準 幫助測光功能能夠做到全開光圈的測光 至於產生到SL或SL2 它們是行兩鏡的運作功能 來做測光 直至彈生R3 R3是行三鏡 其中一個叫R鏡的高位 讓它們可以做測光 到最後之後誕生的話 就是R8 就是有Warm功能幫助測光 所以R8和R9 其後都可以配搭到Digital Module的功能 可以拍到Digital的相片 現在大家一起看看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一支 一支52.0 52.0裏面 這支屬於三鏡鏡頭 大家可以看看 最主要分別一支 上面這支銀色的刀 這把刀就是第一鏡鏡 至於下面亦同樣有一把銀刀 這支是二鏡鏡 而這兩把刀之間 在下面有一把黑色的方格型刀 那支是R鏡鏡 第三支鏡鏡 就是這樣分 當光圈動動時 它們產生與機身有一個槓桿的原理 就會幫助測光 能夠全開光圈 來做測光 至於這裏 同樣動動之下 你會見到這一個位置 有一個動動的 這一支棍的推光 我可以開個蓋 可以看清楚 現在你看到光圈葉 當你動動的時候 你會見到光圈葉是開收的 這就是控制光圈葉的光光 因為事關單反測光 如果當你收光圈測光 就很暗 對不到焦 所以要靠這兩個功能 就幫你測光的時候 它會在這裏傳開 動動的時候 這個鏡鏡的動動 同下機連接 測光鏡就會知道 你用多少光圈來拍攝 當你拍攝的時候 當光圈一收動的時候 彈光一上 它會調校適合光圈給你 假如我現在這一刻 我是調校了5.6光圈為例 當它測光的時候 它會開盡 然後拍攝的時候 它會收到光圈 假如我的光圈現在 是去到16光圈這個為例 測光的時候 光亦都開盡 但當你一拍攝的時候 它會自動去到16光圈 這個是單反機裏 一個給它全開測光的功能 這個是Soundcam 早期的鏡頭 分別是沒有R-CAM 只能看到1-CAM 或者2-CAM 再早點是Like a Fast系統 只能看到上面這個1-CAM 下面這個2-CAM 都不會見 已經是沒有了 到最後 剛才提及過 Warm這一組 至於Warm這一組 就是給R8和R9用 因為它的測光圈 它需要有電子接點幫助 其後來說 在R8和R9 亦都配合了一個Digital Module 是外景數碼用的 這一個系統 就很有幫助 令到它在照片的Data裡面 可以記錄到 你是哪支鏡 以及運用光圈值有多少 但當你Warm版的鏡頭 你只能看到R-CAM 就看不到1-CAM 這兩下都 很多時候有很多朋友都問 如果我用R鏡 玩在單反機 現今的數碼單反機裡面 例如其他日本品牌的機 是怎樣可以用到 因為有些CAM 有部分需要改進去 是麻煩一點的 例如1-CAM 1-CAM來說 因為因為鏡頭的造工不同 變成那隻機鏡 你現在改進去其他單反機 就需要磨一把刀才可以 即是需要磨一把刀才可以 所以才可以安裝 改裝就比較繁複 假如如現在這一支來為例 以3-CAM為例 或者2-CAM 都比較容易安裝 因為他們這些CAM 全部都是用螺絲上去 師傅來說 改裝也簡單 可以拆除它便可以 可以換一個新的接環 可以安裝在現今的單反機上玩 至於好像現在 另外這支後期的Warm版 便會繁複一點 因為Warm來說 是跟鏡子的接鏡有關 它有些線路是跟鏡身接駁了 所以拆除方面會繁複很多 所以往往很多時候 Warm版的鏡頭 如果你是改裝為 在現今的單反機上用的話 所以手錄的費用會貴很多 至於如如現在的三款鏡 如果大家想換在現今的單反機上玩的話 大多數的R-O鏡 很多都可以安裝在現今的單反機上 只不過有少部份的廣角鏡 即是Warm鏡 就未必一定可以安裝到 因為事關它們的尾組 如如這支 51.4、60mm Warm版的圍泥 就已經不可以安裝到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尾鏡是比較突出 所以我們會出現一樣 就是打板現象 這類的鏡就不可以了 其他那些鏡 如果它的尾組 這一部分不太突出的話 它們就可以安裝到下去了 例如 例如16mm 2.8 魚眼鏡 這個就不可以了 還有一支 35mm 1.4mm R 鏡 尾組也比較突出 也不能夠 24mm 2.8 魚眼鏡 亦是 會不會21mm 或者19mm 不行 那不是 21mm 4 光圈 又可以安裝到 另外一支 19mm 2.8 V1 亦可以 但V2 就不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選購R鏡 安裝單 你可以問清楚 或者告訴我們 哪一個機種 我們同事可以幫助你 解答你這個問題 大家如果選擇R鏡 不妨問多些資料 其實R鏡拍攝也很好玩 因為它的最近對焦拍攝 往往比其他鏡近了 現在我手上有兩部 大家都很熟悉的品牌機 這兩部機都已經用了R鏡 安裝了上去 至於來說 如果你用這個品牌機來說 很簡單 只需要安裝一個折環 就可以用到 而這支環 如果有Warm的話 還有合招提示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會有提示 會有提示 至於 這部 這部 它需要 改裝一個折環 這個折環改裝 是需要拍攝師傅 同樣 合招提示 但沒有聲響 只是在觀景中 出現的原點 代表對準 焦準確 這兩部都是一部單反機 因為R鏡頭 R鏡頭 拉格以前是一個單反系統 所以它可以運用到現時數碼的單反機 剛才介紹過以上 剛才所說的R鏡的資料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資料 可以來旺角的分店 或是尖沙桌的總店 我們可以再講解給大家聽 好了 大家都說了那麼多 問一問大家的問題 究竟現時的單反相機 Canon和Nikon 究竟可否錄到M鏡呢 下次再回答大家 拜拜